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佛道人生的環節 剛剛這麼巧我們錄影的今天 剛剛就是佛誕 所以藉著佛誕這麽好的姻緣 或者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佛陀的生平 當然要請廖醫生幫我們講解 這次除了小弟和廖醫生之外 我們有MM和Kenny哥 我們先請廖醫生和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我是廖醫生 今晚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對佛法的認識 多謝廖醫生 有請問題少年MM 問題中年差不多 大家好 又不知為何又關了我事 這麽緊關你的事 這一個字不用問為什麽 好事不用問為什麽 今晚因為假期的關係 Kenny哥都可以和我一起聊天 請Kenny哥和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我是Kenny 今晚有幸和大家一起聆聽佛法 好 我們剛才講過 今天正直是佛誕 相信很多朋友都走了去獄佛 小弟 小弟今天沒有去獄佛 真的很為何 剛才也講過 想請廖醫生和大家講一講 對佛祖的生平是怎樣 還有 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佛祖本身是一位王子 為什麽王子要去修行 這件事 可能由他的故事 可以得到你看法 有請廖醫生 多謝余道 今天是肉佛節 亦都是佛誕 亦都有些朋友問我 我有沒有去參加肉佛儀式 很慚愧 我都沒有任何去參加什麽團體的儀式 都是自己家裡唸佛 不過有些同學問我 是否一定需要去參加肉佛儀式 才能夠表示尊敬呢 我就回答他們說 根據《華言經》 《華言行怨品》裏面有說 有一句說話 都是幾有啟發性的 它是怎樣說呢 它說 若於眾生尊重成事 則為尊重成事如來 這兩句說話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對所有的其他人 不是說什麼聖者 對他們尊重和成事 成事就是他們有什麼需要你侍奉的 例如醫藥、食物、餓具等種種 他們需要的東西 你能夠提供到給他們這些 一般的眾生呢 如果你能夠尊重成事一般的人呢 就已經是代表你是尊重成事佛了 意思其實即使說 大家不用刻意做些什麼儀式 去表達你是尊敬佛 尊敬佛 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真是回到我們的題目 就是行善周福 你只要對眾生是行善 尊重、供養成事 那就等於你是尊敬佛堂 禮拜佛堂、禮拜這些大菩薩 所以不需要一定去的 但是話得說回來 如果真是有方便、真緣度 可以參加那些欲佛、佛誕的儀式 也都是值得推崇和加許的 只不過說 如果大家不是因為有什麼特殊的 譬如朋友有什麼邀請 你知道什麼特別的罪惡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去出席 也都不用說因為這樣 而覺得自己是對佛陀不驚 因為佛陀要求我們不是去在儀式上的尊敬 而是要對眾生尊敬、供養成事 那就等於是敬佛了 先跟大家講講 或者很多朋友都沒有去參加任何儀式 大家不用說 心裡有一點點反披、不安等等 只要我們行善、對眾生好 那就已經可以了 說回佛陀的生平 今天是佛戰 佛陀的生平相信大家看書、看戲 都已經果為耳熟能長 我想簡單地講究竟佛陀的生平 對我們去做人處世和修行 有什麼啟示呢 首先我們看看佛陀出生於貴族的 她是王子 一切榮華富貴她都是擁有的 但最終她是因為她在成年之後 約15歲之後她堅持出遊 在皇宮以外出遊 說回為什麼她這麼遲才出遊呢 原因她出生之後 已經有一些所謂有能力的人 跟她的父皇說 如果釋迦佛她將來做國王 國家定輕盛、慣慰 如果她出家修行 將會是世間所有眾生的一個大導師、教主 所以她父皇很害怕馬尼佛 真的會出家 因為出家意思是已經離開她身邊 這麼有成就、這麼有智慧的兒子 她當然想她留在身邊 所以說她當她還在15歲之前 是盡量不讓釋迦佛離開宮廷 你看接觸的東西都是開心快樂的 但是釋迦佛成長之後她都會好奇 出去在宮廷以外去遊歷 在她在宮廷以外遊歷的時候 她看到主要是人生生老病死這四樣東西 她看到一些農夫在田間掃田、耕地的時候 日曬雨淋是很辛苦的 而且她在掃地的時候 地裡面的蟲、蛇蟲、鼠蟻都會受傷的 她覺得關地的農夫是辛苦的 在土地裡面的蛇蟲、鼠蟲也是辛苦的 其他老病死當然很明顯是辛苦的 她覺得原來真正的世界 並不是好像在她宮廷裡面看到這麼開心快樂的 原來是一個佛教所謂的娑婆世界 是難堪忍受的世界來的 是很多苦惱的 也說她在宮廷以外遊歷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出修行的人 這些修行的人都是跟釋迦佛說 一定要找一些方法 世界上是有些方法可以脫離疏白之苦的 而要做到這件事必須要修行 釋迦佛聽見之後就很深刻印象 她覺得這個修行人說話是很對的 所以決意要拋棄她王子的地位 捨棄一切為華佛計 離開宮廷去修行 說她父皇當然是極力阻止 但最終都是釋迦佛靜靜逃離了皇宮去修行 說釋迦佛去修行的過程 是說她私事都是四出參學 綁尋名思 希望他們教到她的方法 能夠修煉脫離古海 說她參與了很多出名的維持之後 她覺得她的方法試過了 揣摩過了 都不是一個解脫的方法 話說釋迦佛最終覺得這個方法不行 選擇了苦行 日食一麻 即是吃很少的食物 希望看看苦行是否真的可以收到成功 說釋迦佛靈佛收到苦行六年 發覺都是沒有益的 是沒有用的 當她有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牧羊女經過送了一杯羊奶給她喝 她因而接受了 放棄了苦行 喝了一杯羊奶 然後在菩提樹下靜收 結果在那段日子她就目睹明星見到 之後她就開始發願要廣度天下眾生 先回到六夜院最多收行的地方 去盜那些收行者 告訴她正確收行的方法是怎樣 在歷進四十九年之間 她都是以弘法、盜眾生為己任 她享受了七十九歲才辭世 在釋迦佛這個生平裏面 給我們一些啟示 其中一件重要的就是 釋迦佛本來她有一切榮華富濟 她不要 她覺得是需要去修行 而在修行的過程 她也指出苦行無益 這些都是對我們一般人 現在在現時 譬如說修習佛教的信徒 是很大的啟示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佛教的團體都會說 你怎麼做 修什麼法 就有什麼世間的好處 這些相信 釋迦佛都會認為她是方便法門 是制一時之急 只是要來攝引眾生 攝引眾生之後 你要講一個所謂的政法給她聽 這個只是暫時性的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很多時候 現在的修行人 一些很出名的修行者 他們似乎生活的方式 雖然當然不是說 好像王子那樣奢華 但是也都不是說 好像釋迦馬尼佛善那樣 好像過五筆食 淡薄紫金 去全力揣摩鍛鍊子的心 就是要捨離貪金之煩惱的心 去從這方面著手 所以大家在學習佛學的時候 拜佛 要小心這件事 就是因為有一些… 不好意思 因為在學習修煉的時候 可能遇到一些師父 他們未必是 真的這麼淡薄紫金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 苦行方面也要明白 所以佛教也是說中道弟 當然不能夠太過生活 珠惜、安逸 但是又不需要去受苦 這個對我們現今的修行者 我們去哪裡拜師學禮 都要小心 尤其是你的師父應該要效法 釋迦佛紫金 淡薄紫金 而作為徒弟 也不要特別送些什麼東西給師父 令到他們會覺得他們有權利 去享受一些榮華富貴 不要助長師父有這些念頭 師父要這樣 弟子要這樣 對我們修行方面 大家要小心 另外一樣就是 釋迦佛紫金 在四十九年說法之後 最後一零就三傳給家業專者的 就是一個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即是說他講了四十九年 用口去傳這個政法 給眾生聽完之後 在四十九年之後 他就說真正的法門 是不能夠用語言、文字說出來的 所以這個法門是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教外別傳意思是說 他用四十九年說話的年教之後 別者就是另外 另外再傳給大家的 另外再傳給大家的所謂法門 就是不能夠以文字 不能夠用語言所能夠表達 但是始終我們初學者 一定需要語言、文字去瞭解 但是最終那個法門 要我們做到就是 所謂離開文字不絕 這個什麼法門呢 就是我很多次之前講過的 所謂無遺心法 多野心法 離系心法 這個是比較難明的 但是也等於我們之前講過 佛學裡面 我們要留意佛教在做什麼 一、行善修科 二、驗佛修正 三、去妄修心 亦都是這個無遺心法 也等於第三、去妄修心 佛陀的生平 佛陀的生平 他好像在人間 善一套他的生活模式 大家如果要修煉成道 就是學習佛陀 在他二千八年前 所善出來的做法 給大家所謂有個衣裙 關於佛陀的生平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意見就是這樣 或者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有補充 其實廖醫生都很簡單概括了 講了佛陀的生平 其實我想 因為其實 如果是成佛的人 因為他的福德聚足 理論上所有人 都是身為一個富貴之家 是不是 除非 可能你被貶 好像制功那些 才不是一個富貴之家出世 而可以成佛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富貴之家 而你有這樣的悟性 就是知道 其實世間的富貴 只不過是浮運 最重要是收回那個 自我的真性 其實這件事 就是佛陀可以帶給我們的 最重要的一個信息 我想一下 其實呢 因為 既然是要講福德 還有 要講福德和福報 其實不論是佛 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有同樣的情況 就是如果是 和道法 和佛法有緣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身份尊貴 甚至 甚至 現在連佛家裡 說 例如 有很多朋友 喜歡收密宗 密宗 說怎樣去選擇一個上司 都有上司 其中有幾個特質 其中一個特質 就是 總聖高貴 即是 我們當然 現在在香港 中國就沒有所謂的總聖 印度也有 但是這句意思 也可以套回現代少少的說話 就是應該出身在家底比較好的家裡 因為印度那邊的階級制度都比較嚴重 中國就自從是宋建王朝 就是沒有了之後 階級制度就開始 就是沒有說好像以前那麽厲害了 所以 大家現在看回就是那個 就是剛剛余道所說的就是 你要那個高貴 其實就是說 你那個家族 要是一個顯赫的家族 是不是這樣介意了 他說是總聖高貴 因為其實也是一個福報的問題 你既然是有福報的人 你不論是 你不要說去到成佛這麽高 你只是說說 可以在佛法修為方面 有一定的水平的話 其實都不會是今世才開始學的了 所以他的福報自然是有在這裏 才會有這樣的成就 就算在道法來說 也都是 例如 好像王重陽祖師 他不是傳了全真七子的 原來是炫祐 沒有錯 立即想起這個寺蝦 馬玉 邱柱基 其實馬玉祖師 他本身是山東首富 所以重陽祖師 傳道法 馬祖師練了很短的時間 好像是三個月左右 其實已經得道了 但是,長春寺,邱柱基祖師,沒有那麼好命 所以,邱祖師同樣的道法,是要修圍了幾十年 這些是道書裡面都有提及的 但成就最大的邱柱基 當然啦,你走過來的 還有,你基本上不用走 練一練就有的 那自然,哪個根底會深厚一點,這個很明顯 那,講回佛陀的教誨 佛陀教誨,真的要所謂明心見性 明心見性,在另一個說法是 我們要捨離內心所有的執著煩惱 而這些執著煩惱,最重的就是三毒煩惱 貪真痴 因為為了大家要明心見性 反本還原意見智本性 所以,你必須要捨離貪真痴 捨離貪真痴 即是說,如果有任何的師父或者徒弟 他是貪著於世間的財富和享樂 即使你和馬尼佛所說的修行方法 是背道而馳 那你就不會有成就 所以,如果真是出生富貴人家的修行人 可以說,就算他不捨棄 他都不會真正利用他的富貴享樂 大家在拜師學會時要小心 至於你的佛城佛顯現世間出現 讓世界那麼多眾生去看,如何修行 這是一個很大的聖者 我都不敢肯定 我估計他們的福報會令他們出生 好像釋迦馬尼佛一樣 一個高於常人的生活水準的景況 因為佛陀能成佛一定是福得很大 但是他一定要最終示現 就是放棄這些榮華富貴 如果佛陀要示現,如何修行 當然,如果其他佛陀 是不是都是榮華富貴放棄呢 我不敢說 或者他們有方法 在一個,怎麼都不會是很奢華的生活 不是很辛苦,比較舒適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成就到 因為佛可能他的願力 是要這樣開道眾生 而他有一班眾生跟他有緣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讓他開道 亦是說成佛的佛陀本身 每一個佛陀本身的意願如何 和他有緣的那班他的徒弟 將會如何 但是我相信 釋迦佛這個方法 最適合 最適合就是 在1500年前 人類的情況 他可以選擇在其他國家時 但他偏偏選擇在印度 為何他選擇在印度呢 我想跟當時印度社會的生活情況下 他們最需要一個聖者 幫他們解脫種種的原因 所以佛陀需要在那裏出生 譬如你說 如果能夠成佛 現自本性的人的福報很大 所以他必定出生於觀幻、富貴之家 那樣是未必的 因為是每個人的意願選擇 好像六祖那樣 他菩薩成怨災來 他選擇的方式就是 在一個貧困家庭面 讀書的機會都沒有 他就選擇這樣 為何他選擇這樣呢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 歷練的智慧分析 在這樣的情況 他仍然可以做到 而他一班信徒 同時跟他有共同的恩怨 他的事件就是 六祖的事件說 我沒有讀過書 我連字都不會寫 不會看的 但是我仍然可以成道 這就是六祖選擇其中一個 去度眾生的方式 當時如果在中國 教育不太普及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機會受教育的時候 他們就會給六祖 如果六祖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 他們可能會受感染 所以每個菩薩 每個佛 他們的選擇 他們的意願 他們可能不同 他們會根據他們選擇的意願 去選擇一個時間 環境 和跟他投緣那班人 好像眾志成成 一定要有一班人 都配合 才可以把一些正理 廣傳開去 所以沒有一定說 我相信沒有一定說他們要怎麼示意 但是他們的教理 他們的行徑始終都是要求眾生捨離貪僧痴 只是捨離貪僧痴 並不需要苦行 所以如果他們合理 一個較為安逸的生活 也並不出奇 那些佛菩薩 示現給世人看 修行方法就是 大家不要太著重外在環境 雖然你的內心 是一定要捨離貪僧痴 當然如果你內心捨離貪僧痴 不多不少都反映到在外在行為的生活上 如果你太過相偉 那就相信不是正確的修行方法 其實如果說到菩薩是現在加上 所以菩薩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他身上 配有很多珠寶、首飾、嬰樂 其實我們看佛經也會看到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是有福報的 會陷著某些鑰匙出世 似乎 似乎都是由菩薩和佛祖的內力 其實都會看到這件事 當然 如果是可以成道的話 其實物質上的追求、物質上的欲望 其實這些一定要全部克服到 因為如果不是已經可以克服到自身的欲望的話 可以破除了執著 其實根本說不上是成道 簡單來說 奢華是不對的 苦行是不對的 在奢華和苦行中間 那些修行人可以選擇的 奢華的選擇是怎樣呢 就不要令人覺得奢華 也不需要苦行 而他們著重鍛鍊 就不是我愛在穿什麼衣服 但是老實說 你要盜人的都要一定的儀容 那些服裝 這些是為了虧忍眾生的 為了你成為一個榜樣的 這些是必須的 但是不要是奢華 不要是苦行 在中間是那些修行人 他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意願 取代 而這些修行人如果真的是修行 他其實是著重在心裡做 捨離貪真思 就是煩惱執著的功夫 大家要用自己的智慧和經歷去分析 我想佛祖的生平就是 想告訴大家 剛才我所說的東西大家是有個衣裙 但是真正要做都要去探討佛教的教理 佛教教理最重要的是我所說 無遺心法 但是其他的方便法門 對不同程度不同時間 不同地域的人都是有大的幫助 令他們最終走向收集 無遺心法 平心見性 反本還原這個道徒 Kenny還有什麼問題 關於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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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所以沒有疑問 哈哈哈 真是很老實 是啊 要有疑問 寫第一件事是有聽過 你應該明白 總之你外在行為 不要奢華 亦都不需要苦行 外在行為 這個道理是明白的 只不過是對生平是不認識 所以不懂問 譬如有些師傅 他都坐私家車 如果他真的要坐最名貴的房車 那是否應該呢 大家每個人見仁見智 有車坐私家車去接送 譬如現今社會 但是如果太奢華的汽車 大家便會想一下 會不會是 如果真的用一輛 合理一些便宜的車 而將多餘的錢 去做一些佛事好些 每個人的取態可能不同 而那個師傅 跟他屬下的徒弟的取態不同 但總之就是 行外面的表現 不能奢華 也都不需要負行 其實小弟反而有另一個感覺 就是 如果是一些得道的人 他們會看破了 眼前的表象 所以對於得道的人來說 他不會追求自己的物慾 不會追求自己的舒適 但反過來來說 當有人拿物慾和舒適 來給他的時候 他甚至可能對那件事沒有感覺 所以對他來說 他坐一輛 Toyota 以及坐一輛Benz 坐一輛Rose Voice 對他來說 他心裡是沒有分別的 他沒有分別 但是他要考慮到 其他人對他的看法 那你要 要其他人 對你是一種尊敬 信服 然後你才可以把正理 正法去 傳給他們 讓他們信服 他要考慮到這件事 當然他心裡是 如果他大毛曬 他會心無掛愛 他不緊 像你說 你坐什麼車沒有所謂 是啊 他甚至感覺不到 可能 咦 是嗎 他知道 但是他不介意 沒有所謂 你用什麼車來車 我就可以了 但是他會考慮到 如果那個車是 來接他的人送的 就沒有所謂 如果那個人送給他 給他擁有 那他就要考慮了 因為他要關顧到其他人 對他的期望 對他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他為了盜的人 他一定要令那些人 對他尊敬 信服 那這個就是他為了眾生 而要考慮的事情 他不是為了自己的享樂 嗯 我想 如果其他關於佛陀傳的詳細內容 大家都可以上網查一下 其實佛陀的事件主要就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要大家明白修行的道路 不要奢華 不需要苦行 必須要參學的 必須要觸摸斷裂的 不是說真的你 師父可以給到你的 就是別人給不到你的 必須是你自己的心 做功夫的 而佛陀最想傳的就是 他說法49年之後 在寧就生存下來的 不辣文字 教外別傳的心法 我相信 佛陀的 佛陀傳 或者佛陀生平 想給到我們的啟示 是如此 明白 多謝廖醫生 其實廖醫生還有些甚麼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回到我們的題目 譬如說 我們要去 反觀還言明心見性 佛教徒 這是佛教徒的目標 你要做到這件事 佛教徒要做三件事 行戰修復 念佛修正 去妄修心 而去妄修心 是最重要的 最難明 最難做 而 念佛 行善修復 是一個大助元 念佛修正 也是一個大助元 一同二是大助元 三就是主恩 我們可以說回 行善修復 如果你們對佛陀傳 你們沒有任何補充 或者意見 其實剛才問過 Kenny哥和MM都沒有甚麼問題 我們不如繼續下去 好了 我們說回行善修復 我們常說行善需要正念 智慧 善巧 其實MM上次也說了他的親身經歷 原來一個所謂內心 一個誠意 都是很重要的 這些我們歸納在智慧和善巧方面 你知道是需要內心 要誠意 甚至乎你做善事的時候 你的態度 你的語調 你說的話 都要令人舒服 開心 然後才達到行善最想得到的效果 對了 我想問一句 Kenny 好像有一句說法 意思是 如果你施寫一些東西給別人 如果你是很沒禮貌地 踢去給別人 人家就算是需要都不會接受 在論語那裡有沒有說過 這個是說遮來之食不受 是啊 韓信 這個又不是韓信 遮來之食 遮來之食不是韓信嗎 遮來之食不是韓信嗎 遮來之食不是韓信 遮是誰遮 口字哪一個差 就是韓信 遮來之食 那為什麼呢 這個車來之食 為什麼呢 這個車來之食的意思是 就是說 有人去到報師 給一些 可能現在的情況就是 派飯盒給一些人 OK 但是他的態度很囂張 就說 來石 就說 喂 我們這個人有法盒 你們想吃就過來吃 這樣 這個態度就好不好 遮來之食 遮來之食 其實是一個語氣 就好像 師傅者那些 噢 那些 噢 就是呼喝的聲音 類似 是怎麼讀這個字 遮來之食 好像哪一個叉字 是的 車來之食 一輛私家車的車 類似 差不多 一輛遮 一輛遮就遮 原來出字 古很多 我以為是韓信 遮就是遮 不是車 是遮來之食 喂 是 是的 我還記得 好像說 用腳踢給他 又不知如何 速如雨之 行道之人不受 好像說 有沒有一句 這個我沒有什麼印象 速如雨之 就是足字哪一個成就的就 速就是踢給別人的 你踢 你要 還要腳踢給別人 沒有禮貌 人家都不會受 有沒有這句 這個我又印象 不大 可能 我自己沒有 遮來之食不受 我的意思是 行善的時候 就是 語調 態度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 就真的要善巧 方便 智慧去分析 我們說完行善 收福的善 我們說福 收什麼福呢 大部分人 都希望收仁天福報 佛教徒 如果你要對向去望修心 要對向無遺心法 要對向反本還言的話 你要求福報 並非仁天福報 而是將你的所謂福報 就是匯向大菩提 匯向法界 匯向一切的眾生 來幫助你去成為一個強大的座員 去成就主恩的去望修心 那是不同的 所以 當然 對一般眾生來說 你有人天福報 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逐漸逐漸 如果你發覺 你去做功夫 揣摩到心法 去望修心 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好處 儒勝的地方 自然 你就會 對天福系的興趣要求減少 你就逐漸會回向大菩提 為什麼佛教要求我們福報 回向大菩提 不要要求人天福報 相信大家都聽過 你如果要求人天福報 始終福報盡了之後 你就會環墮於其他陸道裡面的道 你就未必會再這麼幸運 聽聞到佛法 你就又不知道要輪轉 一顧貴的時候 你就會丟車淫入 做了一些壞事 成就一些惡業 去報盡 又惡報 你可能聽不到佛法 又迷失 輪轉 在所有世界 或其他的三惡道 輪轉 你就會很大損失 而且佛教說這些人天福報 其實我們在無恥時內 多生多世 重複重複地經歷 不過我們不記得 大家要想想 任何一樣 你說你開心的事 就算你覺得開心 不要說人有八虎膠尖 就算你覺得其中有些開心的事 如果要你重複重複 你會不會開心呢 比如說你喜歡去遊歷世界 如果要你每天都是去遊歷世界 不用做事 你會不會覺得開心呢 或會覺得當一件事重複 就重複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意思 很繁悶呢 所以在佛教來說 人天福報其實就是 就算是有快樂也是短暫 當快樂失去的時候 就必然有痛苦 第二 雖然有少少的快樂 大部分都是苦路 尤其是在人間 八虎膠尖 所以佛教要求大家行自修福 最好是回向大菩提 當然如果你要求都是人天福報 都沒有問題的 你知道自己要小心 就算有什麼福報就不要再做一些 事會令你最頑固三惡道 這就是行善收福 善收了之後 盡量回向大菩提 回向法界 回向所有眾生 幫我們成就 反本還原 明生見性這條道路 那行善是否一定收到福呢 這個很多人都會疑問 那我也想想 我有沒有什麼現實的個案 真是行善收福呢 而自己接觸的就好像很難有什麼名證 如果根據佛教說 最常提及的是 了凡四分 原了凡他怎樣行善 就將他的命運改變 余道你應該聽過了 是嗎 了凡四分 我送了很多出去 是啊 小弟是很喜歡送了了凡四分出去 你簡單說一下 原了凡怎樣行善修福 沒有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 原了凡先生 他當時不是叫原了凡的 忘記他的本名叫什麼 那他就 要由他心平講起 其實他很小時候 遇見了一位姓孫的先生 那位先生應該是鐵板神算的 老師傅來的 將他一生人的命都算下來 那他後來經過自己多番努力 都發覺自己沒有辦法超越他自己的命 那例如 他的命書說他做官 不知道要做到他領了多少錢之後 才有機會去升遷 他一開始本來以為有機會可以打破自己的宿命 但是結果打破不了 到真的升職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他領的錢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就是因為這樣他就覺得 命既然都已經定好了 那麼人生再努力都沒有用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心如死灰了 就沒有心機做事 而且中日 是這個 四圍走去游山換水 游來浪蕩 有一次就去到一個佛寺 那個佛寺就去見主持 就坐在主持面前 他又不跟主持說話 就只坐在這裏 因為他心如死灰 所以坐在這裏 就好像老真入定那樣 就很久 跟主持面對面坐了很久 那主持就跟他說 喂 你不簡單 你可以一下 靜坐這麼多的時辰 一年不起 很厲害 那他就說 其實他就這樣看人生 他說 人生反正什麼都已經定好了 我再怎麼繼續努力下去 都沒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不如 就是 我對人生都已經沒有了 任何的希望 任何的念頭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樣 結果他當時就被 被位主持就罵 就說他枉讀聖言書 他說其實只要你肯 在因果方面做功夫 其實人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 當時就跟袁了凡先生說 就叫他要做 不記得多少件善事 當時袁了凡先生和他太太 就做了一個 其實後來瑜伽 都很多人用的一件事 叫功過格 就是用來記得自己每日做的好事和壞事 他就是這樣 一直在監察著自己和太太的行為 結果真的做了很多件好事之後 他就 原先 名書說他的官已經去到他 當時已經盡了 但是他做了好事之後 又有升職的消息傳到他 即是說他當時已經打破了自己的宿命 他後來立的縣越來越大 結果他的官也做得越來越大 而且本身命書裡面 就說他應該是沒有兒子送中的 但後來他也在老內得了三個兒子 最後就是他在自己報入老年的時候 就把他這個故事寫下來 就用來給他的兒子去看 就告訴他其實因果是多麼重要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 是的 多謝瑜伽 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了凡四份 也很出名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真實的個案 就是講他怎樣去做善事 做了若干善事之後 他就可以發一個願 要求什麼 果然應驗 當然這件事 佛教來講 是不是個個都行呢 行就一定行 但是 和元曉凡這個故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也不敢講 在佛教來講 有可能原曉凡這個生平的事跡 很可能天上已經有些鋪排 我估計 這是我自己喘 就是令他遇到一個神算 然後令他的命運 好像完全被神算所算之內 令他好似心灰意難 然後又被人開道 說行善可以改建命運 真的被他照著做也可以 我估計 我揣摩 元曉凡可能有一種天命 就是要他這樣經歷 寫一套《曉凡四份》出來 去開道世人 行善必然是有福報 但是會不會好像元曉凡那樣應驗呢 我相信應該也未必 但是總之行善必定是有福報的 另外一個行善修福福報的故事 陪到還帶 聽過嗎 不知道 小弟沒聽過 沒聽過 沒什麼記憶 陪到還帶一說唐朝有一個人叫陪道 他說他讀書很厲害 但考極功名都考不到 有人介紹他給一個看上師傅看 看上師傅說他面上有點奇特 不過覺得他暫時看不通 不過就說這個陪道說他那個人 是生得細小 面上又不是很突出的 那位孫病先生說他有可能會真的失意、失業、餓死 但是孫病先生說他有些事情看不通 就叫陪道說 你再給我看看 講陪道之後 就去周圍遊歷 去到一間子裡參拜 其時有一個女子也參拜 女子拜完就離開 那女子離開之後 陪道看到有一袋東西留下了 他相信是女子留下的 他拿著那袋去追 他想還給女子 但已經找不到他 陪道打開來看 法國裡面有三條帶 兩條是肉帶 一條應該是西牛帶 很值錢的 陪道帶了回家 回家之後他想想 這麼貴重的東西 如果女子跌了 如果真的有需要有用 對他來說可能很悲哀 陪道說陪道 陪道當日已經在那裡等女子回來 他說等到子都關門 但女子都沒有回家 陪道回去想完之後 決定陪道如果這東西這麼貴重 那女子一定會回來找 陪道他又去那裡等女子 果然那女子看到她很驚惑地回來 他一看到 陪道也不敢肯定是否她 問她的袋子的顏色 大小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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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道他把這袋子和三條帶還給女子 那女子很感謝她 其實這三條帶是她要去變賣金錢 去賄賂那些官員 因為她爸爸被人誣告 蒙冤受冤的 坐牢 她要疏通那些官員 令她受冤的爸爸可以脫牢肉之災 話說這女子當時多謝陪道 把三條帶和其中一條肉帶送給陪道 陪道就說 如果我真的貪你的肉帶 我就不回來等你送給你 不用了 她說這女子多謝她便回去 話說陪道後來回去找上士看 她說你的相完全不同了 她說你可能會觀怪宰相 仕途一片光明 說陪道之後 果然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風順的 這是在歷史記載的所謂日誌 即是陪道遺雙的日誌 都是有記載的所謂行善修復 都是一個故事 但現今我沒有什麼個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行善修復很明顯 做善事就得到一些好處 或者消除災禍呢 會不會呢 其實自古以來 我們中國的筆記小說裏 都記載了很多類似的故事 即是在做一些大善事 或者大惡事之後 他的相和他的命運都會改變 其實這些也是吻合我們自古以來 有關恩果的傳承 即是不論是佛家所說的三世恩果 或者我們儒家道家所說的三世恩果 其實都是吻合的 有時候出來說話 我都很常去留意這些個案 或者問別人有沒有這些個案 你說行善修復 行善先然後才收到福 有時候我就會想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現在已經是很有福氣的人 那他又是否一定是行善呢 我的意思即是說 如果你見到一些很好人 很有福度的人 你們可以問他 為什麼你這麼好 這麼肯幫人 做什麼事 如果他們聽你問 或者他就會說一些他的個案給你聽 我想說一個 這個真是例 有個病人 我在電視看到他 參加過慈善的餐會 那些應該是要買票的 然後我問他 他來看我 我問他 我在電視看到你 參加過那些慈善的餐會 是要買票 都挺貴的 然後才可以去參加 他就是那個女士 他跟我說 是呀 做個善事 有些朋友叫我參加買票 那我就買票 那我就問他 他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做這些善事 他說 他跟我說 是呀 他說我也做很多義工 那我就問他 你做什麼義工 他說 我有很多時候 就跟那些佛子 當他們有佛誕 有法會的時候 我就去幫忙 幫他們插花 他說他自己就去學插花 那凡有佛子 有什麼法會 他們就義務去幫他們打點 布置那些花的擺設 我相信他也提供了花 我說 你這麼好人 你相信佛嗎 他說 是呀 他也相信佛 我說 你這麼喜歡做義工 又這麼好人 其實你有沒有任何感應過呢 他說 很多 我當然聽不完 我說 不如你講一單給我聽 他就講了一單 他的感應給我聽 都挺有趣的 我告訴大家 他說 他有一次在元朗妙法寺 幫忙插花 翌日有法會 他們做得很晚 做到凌晨兩點鐘 他跟他師父兩個是最遲走的 上了個的士 他師父在元朗就近 他就要出來九龍某一處地方 他師父就很早下車 只剩下他一個人坐出來九龍 他一上車 他已經覺得司機 好像對他有特別的關注 看到司機不停地在道路鏡看他 甚至乎另一邊看他 他不知道司機什麼意思 他就很害怕 你知道有夜晚 他想著他師父 都是女士 快要下車了 不久他師父真的下車了 漫長的道路就在新界 車回來九龍 一路車出來途中 終於司機都察覺他很害怕 他就跟這個女士說 司機說 你知不知道我眼睛看到東西 這個女士說 還害怕 你眼睛看到什麼東西 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沒什麼理由他 那位司機跟著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自己身邊有一個菩薩 在守護著你 他聽了 也沒那麼害怕 他這樣說 但他自己不知道 他說 我不知道 我沒見過 司機說 這些我見過很多次了 你有這件事 你一定做過很多好事 他就不以為意 他就這樣說 都知道司機沒有什麼惡意 那就放心一點 他直到出來 在九龍之前 他經過一個公路 突然間 司機經過之後 被人拍快照 閃了一下燈 他都知道女士拍快照 但是司機跟女士說 你不用怕 菩薩在這裡 他們拍不到我 那女士當然是 希望是真的 但是他不敢相信 結果他到前面 路駕駛 那些警察 果然沒有自停他的車 就這樣進他過 那就是沒事了 那司機立刻 揚揚指揚 我都跟你說 菩薩在這裡 怎麼會拍到我快照 那這就是女士說其中一個個案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想真的去探討行事 是不是收到福 那大家看看 有些人 如果他真的很喜歡幫人 很有福氣 那些 你不妨可以跟他請益一下 問一下為什麼你會這樣 那麼喜歡幫人 會不會有什麼特殊感應 可以問一下 不過我剛才說 菩薩保佑拍不到他快照 這下小弟就覺得有些值得相抗 菩薩是不會助長最惡的 是啊 其實照計 因為他開快車是不對的 那條路是走多少速度 他開快車 而且說真的 你要是被人拍快照的話 你那個速度 應該高過限速 起碼15公里 不是的 你高過10公里已經可以拍 譬如50公里 你過了60公里 其實你過了50公里 你過了一點點就有權拍 不過他通常都是較高一點 所以譬如你說是50公里 55公里他都可能會拍到你的 不過就似乎是發錢 還是要扣分的 還是更嚴重的 因為本身 那支雷射槍的ERROR 就是4公里的 我曾經被人拍過 發想我問過 那個ERROR是4公里 他那些可能是舊式的 拍照機 3萬公里 不是 那個不是新界問題 那個是什麼呢 是法例有一個叫做 可容許的機械故障 是給你車 你的車有咪標的 沒有關係的 哦 3公里是嗎 有政府3公里的 就是叫做法定的這個上限 大家懷疑都對的 不過或者他都是超好笑 閃燈 好像一種菩薩事宴 我相信是 但是大家也都說得對的 菩薩是不會亂幫你的 如果你是超出到危險性 一樣是不會幫你的 有機會不是拍他 拍隔壁的隔壁也不頂 他就不清楚 就是司機這樣說而已 可能隔壁的車快了 拍隔壁的車不拍他也不頂 這個就是那個女子說 大家即使積本孤網聘資 都挺有趣的 這個是不是行善修復呢 就是這樣 大家聽完可以作一個評估 兩個星期前 我在彌敦道 下午4點左右 坐的士我和我太太 在我前面 六七米左右 有一個肥肥的女人 六十多歲 拖著那個白 那個白應該九十多歲 那個白滿頭白發 行道都是有點困難的 但她沒有事的 沒有什麼怪獎 接著的士 我看到的士 我剛才看到的士 應該遮蓋了那個女士和我的伯伯 她看不到他們 她看到我 她也是緊緊看到我 突然間樓線過來 她看不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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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不到她的士 她看不到她的士 停在我們 她看過來 我便入手 她說 不如叫她們過來坐 我們讓她先坐 但女士 她就用手勢示 她說 她不過來 不上 你們先上 她的手勢 是這樣的 但我們沒有說話 我看到她這樣 不要拖著司機 司機停了 我上車 我便想到 為何女士 她不讓我讓她先上 她叫我們先上 我想一下 可能因為那個伯伯 她的走路是慢 走不到 那道六七米 她可能走過來 都要半分一分鐘 她可能不想 怕的士等不耐發 她便叫我們先上 但因為我這樣的做法 都拖慢了的士 我們都遲了上車 上車之後 我跟的士司機解釋 不好意思 剛才因為前面 有個女士拖著伯伯 我想讓她 所以 不過她可能 伯伯走得快 所以讓了我們上 的士司機 跟著 就跟我說 你如果告訴我 我便會等她們過來 慢一點都不要緊 我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想她 想不到你這麼好人 的士司機跟著 我就會這樣做 不過我的行家 多數不會等的 的士司機 很詳細說了一段 就是她怎樣載她 婆婆 夢查查 說了她的地址 但又不知道號數 約莫 她便要圖 左圖 右圖 在她附近 要下車問 那些人知不知她 認不認得她 她 終於幫她找到 婆婆 在哪裡住 因為有人認得到她 在那個地方 送她回去 車資 八十幾元 她說 她在這樣的情況 我都不要收她 不要收 然後跟我說 她說 但那次雖然沒有收錢 但真的很開心 她一輩子都沒有試過 這麼開心 原來幫人 這麼開心 她說完之後 她跟著再說 你們也試一下 真的很開心 幫了人 你要相信我 我跟著告訴她 我相信你 因為我們是信教的 我們相信善有善報的 她聽完之後 她就跟我說 啊 這樣啊 她說 我想不告訴你 也不行 她說 我在八歲的時候 看到 觀音在天空 那裡 自此我有什麼煩惱 我都在她心裡跟她說 原來這個人 她真的 她肯做的事情 都是有些慈恩的 有些原因 你這樣觀音 都不是很容易 讓你見到 你見到 當然是有些佛員 有些前世恩怨 我下車的時候 乘車的車資 是四十四個多 我給了一張五十元 她已經拿了五元 送給我 我說你不用送了 我希望你以後開心多些 這個意思是叫她 你幫多些人 開心多些 這個意思是說 凡是不介意去做好事幫人的人 她可能一定有些原因 大家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真的可以探討一下 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可能從中 聽到一些 平時可能不問 不去探討的個案 而這些個案 就會增加我們 不如對行善修復的信心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關於 拍一塊照 菩薩不應該幫那些 其實我覺得 菩薩幫人 始終都會有一個尺度 如果說拍一塊照 又或者 偷了東西 警察見不到 那這些 這些 不可以說是菩薩保佑 這樣小弟覺得有點過分 遇到你了 我想一下 黑白兩道都拜關公 雖然是說黑白兩道 看看遇到 你爆咪 還可以說是 你一開始 是否要動它 先安心 先動它 不行的 要停掉它再選一個 梳士 炒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細聲的 還很細聲 不知道收了哪支麥克風呢 它就應該動 周身動 它那個USB麥克風 連起 headset 因為它如果那個USB麥克風 就是滑掉了 或者back content鬆了 那因為USB OK 我們在佼佼鎮的時候 我以為我講故事 它都發生若干年前的事 那個女子應該是若干年 不是 我當然是餓 你自己有個故事吧 我很多年前 其實我從來都想 做好事就不用要看什麼報的 所以不想那麼多事情 不過就講開車人 我又突然間想起一件事 我真的忘記了多久之前 去一間雙屬的店裡吃飯 接著看到隔離的店 我去吃飯店隔離的店 那些少爺婆好 職員好 我不知道 就出來 原來就有一點點議論 就是說有個伯 圍著那個街區的block 就是一路走 走一大半天 不停地走 走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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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奇怪 後來他們說 給我一個白坐一下 那我白就說 那我要回家 我要走一路走回家 但是他就可能突然間 Northside那個 有一點點失智 我忘記了我這把 他說很近的 但是我走回去 一邊說很近走 但是其實他說 他同一番說話 同一個路程走半天的 那我當時 我駕駛車來吃飯 其實不是很遠的 來家裡 不過我習慣 有時駕駛車來吃飯 跟他聊 我說不如這樣吧 那個白就形容過他家在哪裡 那當然我告訴他 不是啊 那裡走去很遠的 我們估計他可能 一時失智 記錯了 形容過大概什麼位 我們就夾收腳 騙了阿白上車 即是上我車 然後我們就車了阿白去他家 即是我們估計他家 跟著就問一問那個大廈的看間 就認識不認識過阿伯 那樣就送 就是那個看間 是啊是啊他在那裡住的 那樣 就送了阿伯回家 就提一提看那個看間 如果他有家人的話 就記住找他家人 就是談一談 看看是不是 就是可能早期都有人痴呆 那些事情 你這樣做很好人 送好人的的士 那個的士 那個客人上了車 他都不知道擺他去哪裡 但你們根本就 那個白是 你可以 即是不參與的 幾年前啊 這件事 十年前 你們當時有多少人啊 你們當時有多少人啊 當時 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來吃飯的 你一個人 跟著隔壁店 有個伙計 還是老婆 是夾手夾腳 陪伴伴伴伴伴 一起上車 即是我 如果我開車的話 不知道阿伯突然間 不知道阿伯會做什麼 那他在後面看了 即是 一個士頭婆 就跟阿伯上車 是啊 就是 三個人 是啊 是啊 那你 你這麼有把握 知道他那個地方 你聽他說你有把握嗎 是啊 大概都知道 哦 他說過大廈名的 哦 這樣啊 有人搜尋過地圖 接著看他應不應用 他的家 即是 形容一下附近街的地方 不過他就很 就是很堅持 我走到去 走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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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整天 走一大半天 哦 即是在附近那裏 即是走來走去 是差很遠的 因為他那個 他走的那個位置 是新浦江來的 他住那裏 是土瓜灣來的 哇 這樣啊 是 差很遠 是啊 老實說 你真是功德無量 不要說 你 那時候 做一個人幫就幫 關什麼事 這件事真是 都很難得的 我覺得 因為這件事 你如果 你都要冒一個險 就是 沒有人認得他 沒有了 真的不行 就要去警察局 是啊 如果你要去警察局 那你就功夫要多很多 這樣也要 你不要看著阿伯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當時報過警 警車來到 但阿伯不肯上警車 哦 也不肯被警察幫忙 真的 真的 都解釋過 我們不可以逼他上警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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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樣 如果真的 到時找不到也好些 你都容易解釋些 因為你們已經報過警 是啊 就算解不解釋都好 我們載到警察局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處理的 他到時 怎麼會 他會留住你 文長文短 口供 那些 你就煩很多了 那時候哪會顧得這麼多 是不是 還有很多時候 一個職情 就是好人 我覺得這樣都肯 是啊 純粹說 說開了 車人肯不是一個車人 車人很可愛 然後還有一件更可愛 不過真的好可愛 起碼超過20年 不過那個真的好 那些 有個小妹 差不多20幾年前 26、27 25、26年前 應該是印象中 可能 無端端拉開車門上車 然後問他叫車 我車要回家 哈哈哈哈 哇這件事很奇怪 是啊 好奇怪 這裡搞定 終於出聲了 其實小題聽完MM講完之後 突然間是有聲音的 不過聲音又離開了很遠 你弄清楚那支咪有問題 突然間就是現在有沒有聲音 是大聲一點 那現在呢 OK 現在可以 那我選擇這個 我選過咪又可以了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聽完MM所說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幫人那一刻 都是沒有想 沒有想得很仔細的 蛤? 不是的 我們計劃好了 不是 就是說 剛才廖醫生說 如果怎樣怎樣 如果怎樣怎樣 就會搞到自己很麻煩 其實呢 你真的去幫人那一刻 你不會想這些事情的 坦白一句 有想的 你有想嗎? OK 有計劃的了 都是報警的 當然不是 因為那老伯 就真是很清醒 很精靈的說話 是不知為什麼走 經常都走不到回家 變成了警察的角度 他們不可以逼得回家 上車 他們就這樣說 那你查人都不行 沒辦法 唯有自己來 沒有啊 不過呢 小弟就覺得 其實很多人 他 當然啦 人有差人之心的 所以很多人呢 想幫人的 但是 有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呢 再想一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押了很多時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會搞到很麻煩 如果是這樣 這樣 他會搞到什麼時候 很多時候呢 想得多了的時候 就會打消了我的念頭 那這個另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想得多 再想得多自己而已 但是你是某程度上 就是時間啊 或者某些事情 會不會上身啊 那些 那些就可能會想多些的 但是你說 喂 那你 難聽一句 就算你 阿伯回到家找 真的找不到阿伯 他家裡 頂多都是去警察 或者去醫院的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但是這個 這個另一句 這個後話來的 都不是 那一刻的考慮 你說很多種 幫人有很多種 的確是的 但是你說 某一些事 去到某一個位置 就是你問 轉轉 喂 那個二十幾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 20幾年前 無緣無緣無故 有個人開車門 叫他車去回家 喂 大哥 那個人真的要想 因為上車又要搞 又去搞護電話 那時候有部手機放在車頭上 就在那裡靠靠靠靠 我就靠靠靠 是不是玩True Ordea 然後你要隨便找一個人上車 然後載你回家 然後輸了之後就要這樣做 他不是的 他直接一來就開門 然後問可不可以載你回家 蛤?你住哪裡啊? 你在哪一位啊? 是啊 因為不懂你的啊 小姐 我操心大小都對你做不了什麼的 我嗎?OK 那你沒辦法 我真的很佩服這些人 又有趣 不過呢 其實就是剛才聽你說完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人想做好事的時候 他們想得太多 那你就變成不是真的想做好事了 所以呢 如果是真的那一刻有那個 有那個 感觸想去做的時候呢 其實小弟會覺得馬上去做了 其實這樣應該更好 當然啦 是啊 其實就是想說這件事而已 哈哈 那剛才你們錄不錄到啊? 其實剛才有一段就只是錄到 有一段甚至連你們說話都錄不到啊 那我要聽回才知道 不過呢 很可能我們也是會照樣出的了 噢 是啊 現在錄完了沒有? 啊 其實現在呢 還在錄著 不過呢 我們今晚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因為已經錄了一個小時二十一分鐘了 是啊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補充 或者是有什麼總結呢? 或者我們先由Kenny哥開始吧 順時心吧 我沒有什麼總結了 總之就是大家 今天佛誕祝大家佛誕快樂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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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好啊 其實呢 通常呢 佛教徒呢 祝人佛誕不是快樂的 是祝人佛誕吉祥的 哈哈哈哈 是啊 那所以呢 這個是那些法師說 欸 這樣祝才比較好些 哈哈哈哈 那正如呢 好像耶誕節呢 Christmas呢 我們會祝人Merry Christmas 然後祝人Happy Christmas 那有些是約定俗成的事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些小題外話而已 那很感謝Kenny哥的祝福 是 是 那MMM有沒有什麼補充? 呃 寫個碼 都是 其實應該這段錄音 這段片播的時候 都應該是過了佛誕的 過了 現在已經過了 已經 是啊 所以我都 那一句我就不說了 哈哈哈哈 其實我又這樣說呢 私人忙忙忙的 也都不要說私人大人 幫得了就幫了 那你自己幫了人自己安樂就可以了 是啊 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不求將來福報 只求當時安心 是啊 其實 其實 事實上 有時候呢 我們 如果真的錯過了一些 去幫助人的機會 可能之後會回來福去 唉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有什麼需要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怎麼樣呢 唉 為什麼 如果剛才真的 出手幫他 簡單單幫了他 會不會好些呢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想法 會有點不安樂 那其實 如果是 當有幫人 那一刻的感動的話呢 其實最好是 將這件事付諸實行 好 請廖醫生 幫我們今晚做個總結 我們今講 初頭都會提及佛陀的生平 而主要都是去示範 就是如果我們要修行修心 一定要捨離貪真思 而捨離貪真思 其中當然就是要心那裏鍛鍊 但外在行徑也都必然是要止惡行善 而行善是積極性的 是更加重要的 可以真的收到福報 如果我們回向法界 回向大菩提 是對我們去往修心有幫助 而行善也不是單是為了福報的 而事實當我們做的時候 那種開心如月 相信很多人大家都體驗過了 希望大家在真正有可能的時候 盡量留意一下 行多些善 莫以善少而不為 盡量捨離自己的貪真思 去止惡行善 我也是說這麼多了 好 多謝廖醫生 其實廖醫生今天跟我們分享佛祖的生平 其實小弟很記得佛祖當時 為何要離開他自己安逸的生活 走出去學法 走出去思考人生 就是因為他覺得 人生眾生皆苦 所以他很想找一個法門 可以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其實他這個出法點 是完全為了別人 而不是為了他自己 所以很希望今天借著佛單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佛祖的心態 這個目的 為什麼呢 只是為了眾生 而不是為了自己 去求福補這個心態 其實這件事很值得我們借的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樣的想法的話 其實基本上 可以說已經到了終點了 是啊 大家可以多想一下佛祖的出家的經歷 我想問一下什麼為止到終點 大家自己想一下終點在哪裏 佛家所說的彼案 其實另外一個很相類似的故事 就是當時女祖的師父漢忠妮 想著教女祖一個方法 就是如何把石頭變成金 當時女祖一聽到有新法學 想答應之前 她就突然想一想 然後女祖就問師父 師父 如果我把石頭變成金 會不會有之一日 她會變成石頭 然後師父就跟女祖說 會的 五百年之後 她就會變成石頭 然後女祖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現在變成金 幫了現在的人 我不是害了五百年之後的人 然後師父漢忠妮 就跟女祖說 有得道的本錢 大家想想這個本錢到底是甚麼 好 我們今晚先談到這裏 下星期同樣時間 星期四晚上的九時三十分 又會有下一集的佛道人生 大家在記錄 到時留意我們的首博 尿醫生 小弟 和 MM 和 和 Kenny哥 都可能會同時上線 大家可以通過文字去交流 今晚很抱歉有些基件方面的問題 阻礙大家幾分鐘 可能聽得不清楚 或者斷斷續續 下星期小弟會 會儘量避免同樣的情況出現 好 跟大家倒聲晚安 我們就完結了今天的六播 好 各位晚安 拜拜